各位好 欢迎收看R100 涛新闻 那么原本过去在台湾 我们大家都非常羡慕 所谓先生 就是医生 那么有地位 而且最主要薪水又高 但是最近纷纷的发现 很多医师都要开始转业 就从无论是内外科什么的 尤其是外科都转到医美去了 那么暴露出来很多点 尤其是有些地方的发生了车祸 那么送了急诊室 结果急诊室发现没有医师了 那么这个台湾的医生慌出现 是过去大家从来没有想象到 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正在发生中 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谈了 护理人员他们有很多的苦水 结果没想到医生 那么传统在台湾地位 非常崇高的先生 原来问题现在更大的未来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的话 恐怕我们真的以后要生病都要注意 因为生病不一定找到医生了 我们今天为各位请到了很多位的医师 大家来谈谈 也请大家共同来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为各位介绍医师公费的副秘书长 周梦源先生 欢迎到我们现场来 还有新冠医院的医师 江守山先生欢迎来 我们也有医改会的研发组的组长 朱浅光先生 另外有万芳医院的医师 李兆荣李医师欢迎到现场 我们还有医药记者王瑞玲 另外还有这个都保联盟的发言人 腾气华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说医师慌 大家看一下 医疗生态是不是真的面临走山困境 他是花林玉里荣民医院医师 郑银豪是玉里正为二的副产科医师 已经真正七个月没有好好休假 光是上个月就连续上了22天班 他实在受不了了 待命时间长 那病人数又不多 比如说你上班时间很长 但是你并不是说时间都在做事情 那你因为很多 就是很多时间在待命 那很多人不愿意 真的累了 向医院告将离开岗位两个礼拜 但受不了的不只有他 还有台大外科总医师洪浩云 从住院医师到现在长达五年完整训练 在决定身上主治医生之前 投入医美行列 愿工作忙到两岁的儿子 几乎不认识他 再来怕万一碰到医疗纠纷 动辄百万千万赔偿 医疗环境的恶劣 让他心灰意冷 很难想象能不能跌得起来 七年前一位邱小妹人求案 李明忠成了家户愈小的梁医 但同年他在医治医民车祸脑部受伤的男子 开大后没放脑压监测器 男子脑出血导致市民瘫痪 法院裁电的民众要赔偿三千多万 这个判决不止震撼医学界 也引发神经外科医界强力反弹 机器出面 开记者会 所有的医生面对严重头部外伤 是不是就被逼着 一定要建立家属 去使用颅内压监测器 医界传统四大科 内科 外科 妇产科 小儿科 近年来屡屡出现住院医师 招不足额 甚至招不到人 护理人力也出现 人力吃紧不足 新北市联合医院 一年来十三名医生辞职 本厦医院没有一班外科医生 手术停摆 医疗生态走山 呈现进行式 出现人才大出走的严重危机 我们现在就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在现场好几位医师 有话直说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沟通报告一下 陈小白你长期关注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严重 其实这个应该都跟医护过老的劳动条件 是有最直接的关系 因为早期的这医师的前辈认为说 比如当个外科医师都要经过淬炼 我们以前那样 使命感 对 我们以前那样熬过来的 为什么现在的医生草莓族 熬不过来 护理也草莓族 那事实上 现在的那个新的医护人员 他面临有四种情况是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他过老 第一个 现在医疗新知不一样 现在每天都有一些 不同的这种医疗新科技 他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医疗的新科技 第二个是说 现在疾病的复杂度不一样 现在很多现代的疾病 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他要怎么样能够去诊断出来 他的困难度也变高 第三个是现在病人不一样 病人不但会要找孤医生 我们去Google 还要找业医生 还要找业克摩 然后还会去这个 上网去查查看说 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是这个医院没有注意到我们的 病人也知道 他的这个病人权益 能够注意到什么事情 所以他这个病人不一样 他花在跟病人沟通 以前医师是神 医生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敢说 对啊 说你抱歉 你这个没有好医 我们也是说 我们命不好 没有好医 现在不一样 现在你说我没命 我还不一定相信 我真的没命 还去打经很多的方法 第四个是什么 就行政的压死人 他现在不管是评鉴也好 而且不管是现在 要求病例的书写也好的 这个详细的程度 乃至于说这个健保要求 申报的这个行政项目 它变得很多 所以这四个因素 造成现在的医护人员 他必须就是有更少的 他时间就花在病人时间就更少 所以他就过劳 过劳导致什么 像比如说我们刚刚 一直在看台大红医师好了 我相信他也绝对不是因为钱出走 他是因为劳动条件不好 之前很多的医生在讲说 他们做院医师过劳的情况 如果过劳 我今天给加薪50% 难道加薪100%就可以解决吗 应该不是他劳动条件的问题 现在变成医生要命了 不是要钱的 我讲加上很多 现在专科话很细 等一下张医师可以说明 我们专科越来越细 导致很多的支付标准 我必须要说很多专科医师占地盘 我们很多的支付标准 就健保付的钱 他都规定说 不是哪个专科医师 你不能申请给付嘛 所以搞到很多的病 像15年前 85年推急诊的时候 我们没有说急诊一定要急诊专科医师才能看 所以分得非常细 现在看得很细 就会造成很多人不能做 不是张医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说 包括很多的这个市府地方上面的医院 他们一下出走一年是十几位医生的 这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的 没错我这简单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刚刚有报道的 就是板桥 私立联合医院还有在花莲的问题 其实这只是两个一个冰山的一角 其实全国各地都是有相同的情况 那当然是专科医师 当然是对提高民众的服务是相当的重要 但是其实根本的问题 可能是在这个制度的问题 在今年的5月23号 我们也是在立法院去陈勤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听会 很多的学者刑法专家 还有很多的学者专家 对于现在医疗制度整个崩溃的危险 都非常提出非常大的警讯 希望大家能够关心 那其实除了这个 在制度上最大的问题 除了说在薪资方面 我相信医师都是很有使命感的 薪资可能只是一部分 真正的问题 可能是在一个责任的问题 当你一个给付跟对待给付 不相当的时候 他面临了很大的职业的风险的时候 甚至说他正常的医疗的行为 都可能面临刑法的追溯的时候 我相信任何一个再有使命感的人 在这个制度下 很可能被消耗掉 就我刚刚看到的 这个几乎一年是在一家医院里面 就会有十几位 所以他们是真的受不了了是吧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受不了了 这最后就用行动来表示抗议啊 这个时间也不是就这一两天嘛张医生 其实受不了这个 还有劳动条件这个 我们要讲一下 我当住院医师那个阶段 我们的值班比现在更辛苦 你现在住院医师 在大医院里面 你没有看过那种三天两班的 我们那时候是三天两班的 我们当 这也不过十几二十年前 对 那十几二十年前三天两班没有人跑 为什么现在有人跑 为什么呢 难道真的怪说一定是草莓族吗 不是 因为大家忽视一点 医师有两种收入 大家看得到的是什么 钱的收入 不过美国的一个著作就分析这一点 他说美国为什么急诊室收入很高 找不到医生 你看到美国到处急诊室到处缺医生 所以有很多外国医生 因为他自己不够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急诊室一直缺少一种收入 叫做病人的感激 心理上收入缺少 为什么 因为人家去急诊室那时候人不清楚 那急诊室医师花很大力气 诊断出来救活了 送到病房去 醒过来只记得病房那个医生 对不对 急诊室医师阿果阿猫完全不记得 缺少这个感激的结果 急诊室就没办法维持他的阵容 好 台湾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劳动条件其实我觉得恶化 这是另外一个讨论 不过其实 相对比的话严重性还不 对不是那么严重 可是另外一个最大的严重就是 心理收入不见的 现在的医师并不觉得被任何病人感激 并不觉得被病人感激 这已经是普遍现象吗 这是普遍现象 我看到还是很多包括我很多的这个人进去看到 医师的都感恩的不得了 这怎么会你怎么会一般人会这样子变成输了 好 我随便举个例子 其实对医生来讲 在他职业生涯中 他只要问到一个被起诉的案件 我跟你讲 这个医生只要上过两三次法庭 我保证他的热情就不见了 我自己看过我的同事因为肾上切片 肾上切片他就是用针扎一个血管球 本来就可能会出血嘛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是有固定的肾上损失风险的一种检查 结果因为这个检查 病人损失在一个肾上被告 告了之后15年之内 这个医生没有再做过任何一次肾上切片 那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谁损失掉 医生不做肾上切片是病人损失啊 为什么 因为疾病没办法得到一个确定的诊断 那医生不见得是要被告的医生才会 蝴蝶效应 这个问题 寒蝶效应的问题 大家都会感受啊 你看整个科都害怕啊 你知道吗 你说是整个一个科 整个科都害怕 因为看到自己的长官被告 这不可思议 这没有 我稍后再继续请教医师们 你也常跑医疗新闻 瑞玲 所以 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 医生居然在我们台湾人心目中 到目前为止 我相信多数民众 还是认为是高不可攀的 对 因为其实 怎么现在一下子原来内幕 是这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医生的心理念 其实他现在的工作不是说 我们现在最好是钱多事少离家境 是我们最满意的工作环境 可是现在医生是工时长压力大风险高 24小时必须待命 这是每一个医生他心理 就像刚刚江医师讲的 他的心理的压力 其实是比任何人一般都来得大的 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顾及到家里 甚至说 你看我们最近都常看到 一个肝癌权威的医师 他自己得肝癌了 最后才知道 对 他最后才知道 他一生就是都在救肝癌的患者 可是最后他自己死于肝癌 那肺癌的 就是他是肺癌专科的医师 最后死于肺癌 所以你会发现到他们有 就是一直在专业他们怎么去救病人 但都忘了去救自己 他们完全没有生活上品质 所以医生会怎么要出走 他们要是生活品质 对 是 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 你刚刚提的其实关键 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那个心里面的上面 其实我认为辛苦 只要任劳容易 任怨难 这是人生自古的道理 你看张医师准备的这个图 你看我们到一百年 76年到一百年 整个刑事诉讼被起诉的医生 这个曲线上来 目前台湾被起诉的医生 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 全世界比例最高的 有一次我去女法官协会 帮他做一些其他的演讲 讲完之后我就料了一句话 我说 各位法官你们为民众 主持正义 起诉了全世界最高比例的医生 结果我看到什么样的情形 我看到是更多的病人 因为这样的死亡 为什么 以前在医院里面 外科医师只要有10%的机会 可以救这个病人 拼命 拼命 他要跟病人讲说我们要拼一拼 现在不是 现在只要有20%会死亡的个案 通常外科医师就跟病人家族讲说 哎呀 你爸爸这个病很严重 不开刀一定会死 开刀也会死 你要不要开 这句话问下去 这种过法也是常态的 常态的 防御性医疗 而且他那个诉讼 其实跟国外有医疗专业法庭有关 因为他们是医疗专业法庭 所以有专家政治制度也比较完善 所以他比较不容易误判 像之前台中医生的那样判例 或者是说很多现在也有少数的那个案例 是检察官自己提起公诉 把那个医师用业务过失杀人 之前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案例 就是有一个实行医师很好行 他帮那个家属要求他帮病人剪指甲 就那个病人有甲勾炎 就是有糖尿病 合病甲勾炎 剪一剪回家之后那个病人就 就因为感染就半血症就死亡 结果法官竟然判例一个实习医师 业务过失致死 然后服劳役役40天 他的打击是很大 像这种就很荒谬的那个判例 那因为台湾没有专业法庭 医疗专业法庭 所以很多恐龙法官 他把他当作是一般的那种这个刑法 或是在看待这些事情 所以他本身不是出于恶意 所以有一次就开玩笑说 自己认定的问题了 以后也不能胃病人就是吃药 因为喝水万一呛到 那也会变成是医疗行为 就是到最后 医生会觉得说 我原来这种使命感 我好心会被雷青 所以就反而增加了 这个整个的医病之间的一个疏远 那李医师 你看法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样的 快速的流失 我本身是心脏外科医师 所以我非常认同 张医师跟江医师讲的 我觉得这张图最能代表 我们这一代医生的心 就是血汗健保跟天价的赔偿 这两件事情 让我们把医生试词改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一个医生社团里面 全部改写的医师试词 他说进入医界 就是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父母什么 都要为我感到悲伤 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们为了一个几百块的给付 然后要承担十万倍的赔偿 所以这样会让我们原本行医的那种 字项全部都被消灭掉 这个压力现在是 非比寻常的一种情况 十万倍 你刚刚说的是说已经是 一个科的医生都被感染了 朱先生你也长期观察这些事情 医改会成立十年来 每年接医病之间争议的电话 每年至少五百通 其实我同意说 因为医改会一开始 我们在十年前就看到说 随着人口老化 然后医疗的财团化 经营医管的专业 慢慢去钳制很多医疗专业的发展 然后大型化以后 其实这个健保量一直充 其实本来就会有很多问题 会影响到医疗专业跟医病的沟通 大型化以后 本来分给每一个病人的时间就很少 人力又不足 我就斤斤计较成本 每一个医师的专业 都变成高级技研工 这中间其实我们非常的 所以我们打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医师的劳动体制 包括副秘书长也知道 我们就推医师要有劳基法 或基本的食灾的保障 但是所有医院经营者都反对 我们也批评说 卫生署变成医院署 劳委会变成老板委员会 好 那十年来 反对的理由在哪里 反对老板早期的时候 医师觉得他的地位比较高在上 但是他们慢慢忽略一个事实说 其实他们大部分的医师 现在慢慢都变成医院的受护者 他的开药行为 开药行为 他的薪资可能都是医管的经营者 在帮他斤斤计较 现在基层的医师也相对萎缩 分配每个人的时间 我觉得说因为每一个病人 受到照顾的时间就相对少 沟通时间就少 所以医病关系相对的紧张 当然民众就会有抱怨 那相对之下 医界当然我也非常理解 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病人就会有 不同的情绪反应 那其实这个根本的原因 不见得是完全都是病人的关 因为病人被分配的时间少 他在急诊室在住院 被照顾的时间少 那我觉得根源的问题 要回到卫生署 基本上看待这个医疗专业 对管理 特别是说 医疗大型化 财团化 然后健保 要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这个改变 尤其是这个外科医生 你刚刚说心脏科 心脏科医生也是变成同样的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知道 外科医生在一般的这个医院里面 现在也有很多人就做不下去了 而且就是集体离职的 那在街上的 一般过去在这个台北的这个街上 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外科医生 现在大概台北已经绝迹了 中部 南部是不是还有一些 那么内科的越来越少 妇产科 几乎是 蜂毛麟角的 那么小孩科 有人在讲说 如果说你现在挂急诊 如果不小心车祸的话 去不去挂医美的外科 医美会有急诊外科 所以他们都往医美去 所以你就去挂医美就对 医美还有急诊外科 医美有急诊外科的一个部门 对 开玩笑的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大家急于 就是说大家指挥 就是像涛哥讲 我们其实就是在外科 儿科 内科 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妇科 其实你说四大 只有这四大接口 还有一个是急诊 刚才江医师的 我们其实是五大接口 现在连急诊室 医生都不敢 都不想去讹 没有人要去选了 整体来说 医师慌 就是心慌慌的慌 但他也慌也少 这个是OECD国家 到2010年的 医师数的统计资料 我们不是只有五大四大接口 我们患寡又患不均 我们的每千人医师数 我们现在全国西医师数 大概三万八千个 三万九 每千人医师数只有1.68个 我们临近的这个韩国 我们最喜欢比了 韩国是2.15个 就是日本是2.15个 韩国1.95都比我们多 我们讲的这个烂国家 美国还有2.44个 也就是说 我们的整体的医师数量 其实也是不够的 并不是 所以当然分配到 那台湾而且特别喜欢看病的 对 特别是分配到那些科别 当然就更少 而且刚刚显光提到的那个 为什么 大哥问到一个重点 奇怪了 东台湾这么差 卫生署跟老委会为什么还反对 两个理由我们想不通 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想什么的 第一个是他们说 医疗的自主性不容剥夺 也就是你加入劳基法之后 你要听老板的 这个完全就是误解劳基法 劳基法是劳动权的保障 怎么是说 你加入劳基法你百分之法 要听老板的 医疗自主性会消失 第二个是工作特性 医师的时间是病人的 刚刚讲24小时待命对 你on call on duty 所以你纳入劳基法 这个连续工时 雇主就会爆量成本暴增 但是这个东西要不对 它事实上是有一些特别的协约 所以基于这两点理由 劳委会说乐观其成 但其实我看起来他是很悲观 因为卫生署一直觉得说不行 那先把住院医师纳入 可是我们就问了 住院医师行 为什么主治医师 不可以啊 矛盾 这个张副民主长 你们医师 大家觉得医师的很受尊敬 力量也现在很大 怎么搞到现在为止 几乎已经是 完全哭天天不应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补充细华一下 我们目前全国的医师数 已经数量有上升了 目前差不多44000到45000个 跟OECD的国家 比较起来是差不多 但是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资料 就是说刚刚涛哥提到的 就是内外富额这四颗 最主要就是这几个科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全国的乡镇里面 有159个乡镇 已经没有小儿科医师了 那妇产科医师 他的平均年龄是最高的 我们全国的妇产科专科医师 平均年龄是53岁 是最高的 因为心境的医师不愿意进入到妇产科 所以他年龄逐年升高 你还可以说有一半心境医师不接生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 急诊科 外科 刚刚涛哥提到外科 外科就是风险最高的科 尤其是心脏血管外科 风险更高 关系是最多的 没错 像刚刚江医师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医疗纠纷一直不断的上升 所以现在医生要有第二个专长 像我第二个专长 去学法律 所以医学院 你别开玩笑吧 我拿到一个到法学院去念一个 你不可能我这边帮病人看病 可能还动刀 然后另外一方面随时要准备上法庭 那这医生耗损太大 你看医生还有第二个行业就是卖鱼啊 对啊 对不对 医生活不下去就是卖鱼 我们稍后回来 这是原本台湾人觉得蛮幸福的 因为我们很完整的医疗制度 可是如果真的医生 会变成这样子的内心的状况的话 这大家要仔细来听了 马上回来 你还在等什么 全新洛剑生法慕斯 针对雄激素脱发者 它的三重功效能刺激未缩中的毛囊 巩固法根 有效停止异常掉法 再生心法 洛剑生法慕斯 新上市 洛剑启动生法的开关 找好车就找SUM 一家买车全省服务 告诉你 我的新发现 浴茶园嫩芽茶 使选最好的嫩芽 带来丰富的滋味 这就是我要的 新茶感嫩芽茶 喝茶 浴茶园 选优质好车 就上SUM 上车网 三九三十年前 就装了三九太阳能 三九啊 我们家也装三九啊呢 对啦 你装就要装最好的 我们做的台三十年 又最滚滚 选三九最耐久 三九太阳能热水器 台湾销售第一 现在买政府补助 一万两千八百九十三元 三九加码送千元游游卡 刚上班的时候 薪水并不是很高 想租便宜的房子 后来同事叫我上 骑鸡鸡网站去找 发现有好多房东 都在骑鸡鸡 在租广告耶 便宜 租了 你要租房子 就上骑鸡鸡 房东们注意 快上骑鸡鸡 看灯广告免费 完美在你手中 三十七公里大口径 F2.8大光圈镜头 轻易营造前景深效果 媲美丹眼 超大一点五寸影像感测器 极光能力更强 影像细节更丰富 Digit 5 高速影像处理器 高感光 低杂讯 完美发射 超乎相像 Powershop G1X Canon Delighting You Always 以前这里都没人管功课的事 我很忙的 常常来不及上课 多事要做 麻烦钱了没 话说还没拿 后来 客服办教我们做功课 做功课是幸福的事 星光仁寿 长期资助这些孩子学习 自动自发完成功课 守护他们是我们幸福的功课 星光仁寿 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 听到了这么多在现场的医师 但各位都代表 很具有代表性的 原来我们台湾将近有四万多名 这个医师最近发生了很严重的状况 我刚才不相信 这个张医师 他说他这个当医师 现在有这个第二这个专业 就当这个要律师 所以他这个刚给我一张名片 真的是国立政治大学 法学院法学硕士 他自己本身也是医师工会的 这个联合会的副秘书长 也是肾脏医学会的肾脏科的专科医师 那还要有一个法学 以备不许进去 你刚刚讲的还要有一个 还有一个专长就像有的医生要去卖鱼啊 对不对 不行的话就离开 对啊 不行就离开嘛 那那个外科医师去卖鱼 海鱼啊 很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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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个敌异环境 敌异到什么程度呢 前一阵子台中县 应该台中市台中县 他有一个案子 一个医生只是会跟健保局争议一个案子 结果居然被法官裁定当场收押 你看医生是五万块钱的一个争议 医生是跑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职业只是要卡住嘛 他只要离开他的 他只要开始潜逃 他就没有办法养家活口啦 这种人根本不用担心 他气饱潜逃干嘛 居然当场收押 没有暴力倾向 没有暴力倾向吗 医生没有暴力倾向 就是钱的问题啊 那这变成医生变成柿子软的可以这个提 对 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 重罪 有串政会逃亡 逃亡之余的 这完全都没有这种串政逃亡 而且有时候积压 不只是积压两个月喔 还是连续积压 所以说这个真是情何以堪啦 所以意见是 我们跟观众朋友报告 这严重性在哪里啊 这个整个全台湾 目前大概都会区还勉强 但是非都会区离岛 尤其是乡镇 这边刚才是这个张医师提供的 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里是全国已经159个乡镇了 没有妇产科 这将近二分之一的 这个台湾各地方的乡镇 没有妇产科医师 132个乡镇 没有小儿科的专科 换句话说 现在很多新手 他说我不愿意选这个行业 我不愿意当妇产科了 因为觉得说太乡镇了 然后这个责任太大 那么儿科专科医师人数少 而且分布不均 三分之一集中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132个乡镇 三分之一我都要跟我说 几乎都全部集中 这个对不要说这个离岛了 这非都会去非北部的 那其他人都不是招秧莫长 儿科医师每年平均减少15% 比儿童人口每年2%的跌幅还要剧烈 国内少子化市场萎缩 24小时待命 工作大医疗纠纷多 所以这样自然的会变成一个 也是我们就觉得很矛盾 这不是叫我们生孩子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人口已经下降 那孩子生完了之后呢 那生完之后那谁照顾谁负责 那我们又没有儿科医师 连生产我们都要排队预约了 因为对我前次在那个 我刚刚我们家隔壁的药局 他那个他是个药剂师 他告诉我他生孩子排队 已经三个月之前就提前先去报道了 他必须去采预约制 否则医生不生 这问题在都会 在都会区 那地方上呢 你要去生个孩子 你要跨两个县市 搞不好要坐高铁去生孩子 也不是现在开始 住产室的生意好起来 就是因为 因为以前三部嘛 那后住产室就凋零了 在一二十年 那现在又回来了 因为医生没有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今年龙年不是生很多吗 十二年后的龙子龙女 生育率绝对不会像今年这样 攀升 因为没有医师要见 十二年后医生 五十三再加十二 然后都六十五岁了 他就是变得很少 那当然 他不是只有说 妇产科医师 小儿科医师没有 更糟的是这些 一百多个相产症 他很恐怕连内科跟家医科 都非常的缺乏 这才是关键 在国外的话 很多家医科还是可以接生 可是我刚刚讲 专科化的问题 现在变成 第一个妇产科新进来的 一半以上不接生 他自己不愿意从事接生 因为刚刚讲医疗纠纷 对不对 我们外科医师的讲序 外科不是第一名 产科是第一名 我们那个3D 造不出来 孩子手少一只也挨告 什么3D 4D都告 那个唐室证筛检 有筛检没筛检也告 所以他其实很多是在 产前检查的纠纷比例上升很快 第二部分是产生出生的时候 因为现在高龄产妇 平均的产妇年龄是32到35岁 他生产风险就变高 国家其实没有对医师 你刚刚讲 医师为什么赔那么多 他会害怕医师要拼命赚钱 因为我们现在看不起 波兰的医生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连波兰的医学院 对医师的保障都比台湾好 人家是从去实习 他就开始医院跟政府 为他保医疗损害的责任险 可是台湾没有 台湾完全要靠医师资历 自己救济 这自己去学法律 除了是自己扛 所以他只好拼命地攒钱 投资副业 做面面法律 所以因为他要降低他的损害 这其实都是 所以其实刚刚再到一个关键点 医师如果纷纷地离开的话 对整个台湾医病关系 对我们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 那绝对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刚刚您提到说 一个是可能就是这个 不是钱的这个问题 而是那种心理的收获非常少 对 那么这个感谢或者是被肯定的 那个在尤其是外科 或者是急诊科不见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你说我要去学一个 修一个这个法律学位 那就防止被告 那么这个最近其实两件事情震撼了 一个就是年初的这个法官的这种判决 判判三个医师分别要赔三千多万 三千二 另外一个就是台大的总医师 那么他这个宣布 他走医美去了 走医美去了 他不要再在台大了 要离开了 所以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骨牌效应 大家看到了告急的 大家看到说 副科告急 俄科告急 我跟各位报告 现在台湾最大的医院的内科 以前一次要招六十个人的 今年两个 内科住院医师只剩下两个 新的住院医师只剩下两个 所以大家马上就看到内科的奔解 现在发生中了 对啊 你看吧 你今年甚至两个招两个进来 五年七年之后谁考上科医师 没有吧 那大家在台北市的人还会觉得说 干嘛这么丢 你们夸张 如果你离开台北市你去看 大部分的乡镇 那急诊室都已经是外国医生了 你知道吗 找不到本国医生了 没有了 没有这种事 那副产科为什么首先奔解 副产科被告的是 每一个人平均0.51件被告 就超过两个比一个 两个医生有一个非常高 而且离谱到什么程度呢 离谱到上次三种有一个 副产科医师被告是什么 那个小孩子 18岁考试的时候考坏了 妈妈决定告 接生的副产科医师 18年之后 对 他告诉他什么 他告诉他说 当初我要生产的时候 你晚了五分钟来 结果让我的小朋友急到急 那出来的那个分数比较低 所以他的考试不好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脑上有造成 他是致数还是怎么样 他致数啊 他致数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 真的要有多大的勇气 要怎么样的 别人不录地狱 我录地狱的想法 你才能去做副产科医师 我们稍后回来 这样子这个情况 最近很多人取笑意识 说不救命去救仇 好像是说就是为了这个钱的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现象背后出现的 它不是这一个表面上的呈现的状况 这个恐怕真是台湾高度需要关注的一个状况 稍后继续 最爱的冷气品牌 让您安心信赖 日历变频冷气 其他取 Cosmolight and Q-Blight The strongest and lightest Samsonite ever Thanks to Curve Technology 通风透气 GP多功能两拨鞋 我常到处开会 需要用手机联络很多事情 所以很怕手机没电 有一次跟客户讲电话 等到一半 没电 差点因为得罪客户而失去生意 现在我用Motorola Razer Max 还有3300毫安培的双倍电力 再也不怕没电 而且很薄 双倍电力所向无敌 Motorola Razer Max 花色新颖 GP花样女鞋 大人守着二 做对的选择 在到经典队的手上 差一分这球到底该走哪呢 他会切 要是我 我会选择穿球 球穿出去 光年奖 选择分享 一次来喂 我的大人喂 经典台湾啤酒 一手独断 人人有奖 买一手台皮 刮伦敦双人机票 球球再抽Win 共30万个奖项 快来一手 MOD家庭豪华餐 有上百个频道 多达40个高画质频道 画面品质满意度高 数位电视 首选MOD 在台湾每三人 就有一人穿三花 你的支持 也适合的责任 从全国第一件 三花五片式苹果裤 每一件都要做到 耐心耐穿 舒适健康 我相信 用新手品质一定好 穿上看 你们会知道 三花甜蜜 Sunflower 这些时尚名媛 她们如何拥有美丽 从头到脚 连脚趾头都要保养 第一出镜子保兵的吸收 第二 她可以真身脚脸蛋 但你一推迷人的美妆灭绝 脚脸器 会让你这边的现场 都比较漂亮 女人美妆大赏 都在周五卡新闻 车祸如果送急诊 发现急诊室里面 真的有时候会没有医师 或者没有外科医师 就我们刚刚讲的 已经出现了蛮严重 这整个的一个征兆 很强烈的发生中 而且在未来 如果这个问题 不快速能够面对 再解决的话 让这些医师觉得 除了这个生活之外 那么它是需要 这个各种的安全性 或者是这个变成 整个的工作 没办法有任何 对价的这个回馈 那么是非常痛苦的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 这个是刚才讲的 已经是很严重 那医生平常说 说这个开个刀 现在非常辛苦 然后可能到最后 这个整个的不称比例 那现在很多转到 所谓的医美 那么这个收入 也是不称比例 因为其实像我们台大外科的总医师 那洪医师他出手 其实我觉得很有理由 为什么你知道 他其实接受完培训之后 他五年的培训 可是每个礼拜 每周 他必须超过一百个小时工作 他一个月只有十万块钱 但是他24小时待命 我觉得医生很奇怪 有时候我们跟在医生跟着 因为我跟过急诊室 跟了很多科 你知道有时候他们的果腹 就是一天只吃一块饼干 跟一杯咖啡来支撑自己 因为为什么 随时24小时 他的待命有病人进来 所以他必须这样 可是他现在出走 他现在他只要工作 每个礼拜工作四十五个小时 对 那还有多少钱呢 他将近会有三十万的月薪 这个信不信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部分 就是他要 而且每周四十五个小时 我可以过到家庭 我会过到海 他刚结婚嘛 因为他听到学长 你怎么 你老婆 你要跟老婆离婚吵架 还是多久没见到老婆了 他们也会有这样子 没有家庭生活 对 常常会有这样子 他说小孩子你长这么大了 我既然我听到医生 跟我讲这句话 我说你不是跟你跟他住在一起吗 可是他永远看到孩子睡觉的脸 完全没有看他成长的过程 所以他受不了了 小孩就是医生已经受不了 附和这个压力 他需要的是生活品质 所以他也需要说 病人体谅他 他今天病人 他也有好医师 一次看诊 看到半夜一两点 为什么 我们在跟诊之后发现 他从头到尾 会问得非常的仔细 非常清楚 所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医师 存在在我们这里 在护手这个保卫这个医界 是 所以有很多这个医师 尤其是在医院这个开刀 一开刀就是七八九台 十几台都常见 那现在问题 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跑到医美 完全不同 您这个经验 能不能谈一下 就是一般你们开刀 多么一个辛苦的状况 可是到医美是不是 完完全全 不一样 我们心上外科 最大的道 最大的道 大概要开七到八个小时 主动卖玻璃 对 它起步其实不成比例 但是以我现在的想法来讲 我很喜欢开 为什么 因为它风险非常的高 病人不开会死 这种刀 我特别能接受 他也必须接受 所以这种你没办法告我 相对风险你比较少 对 所以不是累跟浅的问题 是我风险会比较少 所以我喜欢接 你会死的病人 对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 救起来 你才知道我有多厉害 才会知道 我要符合医师的话 因为其实 因为刚刚瑞颖讲到钱的问题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医师选择这一行 我相信都不是因为 他能赚大钱 而是那个工作的价值感 跟使命感 就是渐渐的 被不见了 那种不见 所以它就会产生非常多的理由 那当然薪水少 是最容易能够投射出来的 可是像其实转到医美 各位不要觉得说 去医美的医师好像很幸福 No 他一样医美的医疗诉讼 那个告的一件比一件 赔的还要多 我病人去是要 这个去是要漂亮的 你弄不好 像抽纸的这个风险 整形的这个医疗纠纷 已经逐年 他攀升的那个幅度是更快的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你选择了医美 当然不见得能够换 可能会换来比较多的收入 但是他事实上是一个 不得已 我相信这个红医师 他还是你会回到外科 就他讲 他那个患得病人的 这个价值感不一 我们刚才开玩笑说 江医师讲去卖鱼对不对 其实很多医师 征着去那个非洲的友邦 当那个什么 员外的医师 因为他说他去那边 他突然觉得说 那个医师的 医师不是价格 是价值 他就是说我今天在台湾 可能今天病人就说 你这个要收多少钱 医院可能刚显光讲 不是医馆说 你这个病人不贪钱 你不要收 你要送他自费 可是他在非洲 他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那个感谢 根本就是来自于上帝 他这样自己觉得 有医师这样讲 所以其实我们要重建一种 医疗的价值跟文化 其实我必须替病人说话 百分之九十几的 九十九九十八的病人 其实都很尊敬 非常非常尊敬 也都是好病人乖病人 那因为消费主义的 新奇的关系 病人资讯也流通了 所以他开始知道说 可能有一些资讯可能在 我觉得病人需要学习 那医师也要学习 我必须在跟这个江医师 叫负点责任 这个张老师江老师 其实现在医学院 其实没有教我们的医学生们 怎么样去跟病人互动 以前内科的教科书 说出诊要几分钟 四十分钟 有医学生问我说 四十分钟要聊什么 所以你其实聊病人的 这一个生活形态 要住的地方都是有助于诊 可是因为那你跟健保支付标准 偏低有关系 他没有办法这样 所以医师没有办法跟病人好好说话 然后病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从权威的时期 过渡到公民社会 所以就通过很大 但是你刚刚听到 不管李医师或者这个张医师江医师 都提了一个角度 就那心里面的恐惧感是越来越强 李医师如果是一个病重的病人的话 你非常乐意去帮他开 因为你抢救他的生命 你可能会就是说他到最后 他才懂得感情 对 但是就是如果这个情况是 真的是这么严重吗 如果现在医病关系 其实现在医病关系很多都是那种结果论 像说刚刚李医师提到的例子很好 大家病人可以接受 主动外玻璃是一个很高风险的危险 所以说他可以接受好的结果 也可以接受不好的结果 但是很多时候是病人没办法 接受不好的结果 但是医疗过程中很多的过程 你没办法完全意料得到的 尤其是他的体质 不是神学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法学院的教授提的 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人的行为 或是说我们认为是医疗的这个行为 或是医疗这个行业 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有所价值的时候 我们应该着重在他的行为的过程面 是否符合许事的医疗的标准 来做评价 而不是说这个病人最后结果是生是死 来做最后的判断说 这个医疗行为是对还是错 对医疗生病人之间是公平的事 对 所以说假如说大家能够有这个观念 还有西华提到的 良好的医病关系 良好的沟通 还有医学伦理 医学的教育 我们都在加强 对 所以西华可能没有接触到 最近我们医学院的课 现在每个医学院的课 都有医学伦理的课 而且还叫那个隐藏心理系的老师 叫从演戏假设扮演 他叫医病沟通的关系 所以现在对医病沟通 这个事实上医学院都已经非常注重了 那我要讲另外一个 让医不疗生的两个单位 除了刚才讲的法院之外 另外一个是健保局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院心脏科医师有一次 他急救一个病人 电急30次把病人救起来 那健保局大鼻灰把20次化掉 电急的20次化掉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电到10次救不回来 就应该要舍弃病人吗 真是 无效意料 这局这个特定你觉得很荒谬 这种荒谬的日子 每天都在我们周围发生 每一个医生每一个月 要花多少时间去搞健保局的身负 而且健保局的身负不是说 面对面的说找一个医生去审核你 不是 上对下的 上对下 而且是什么 行政审核 他找一个可能只是 高中毕业的 就盖个章剔除 盖个章 盖个章剔除 203这个理由 我把你剔掉 然后你一盖个章剔除之后 你要卑微地去那边写 长篇大论写的一大堆说 我为什么解释 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要医生自己做 对 我马上再继续回来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这样的一个整个医师荒 如果一旦开始 不去面对解决 真的变成医师荒的话 没有一个人会这个跑得掉 就是我们台湾的每一位民众 马上继续回来 这是一个又又的世界 在这里只要是又又就比较厉害 他又会这样翻 又会那样翻 又又翻跟斗比较厉害 他又有茶花 又有茶花籽更厉害 御茶园又又茶花 卡 双是双 双茶花 讲不几次了 御茶园双茶花 双茶花 87万元起 入主SUV送空力套件 再加送六年六大系统保固 87万元起 入主SUV送空力套件 再加送六年六大系统保固 小姐 帮我牵手一下 蔡依林 我还刘德华咧 谢谢你哦 刘德华 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刚刚一趟刘德华哦 干杯 干杯 好事一点就够 金牌台湾啤酒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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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F 大奖就在这一张 到麦当劳买套餐 送地产大亨贴纸 集满就送两百万 所有大奖再升级 超过四百七十万份奖品 等你带回家 套餐饮料升级漂浮 加码再送一组贴纸 我爸爸是白马王子 去哪里都开着Outland 他很聪明哦 会和爸爸一起把握最爱的家人 是白马王子啊 那我就是白雪公子 用最爱 账户最爱 Outlander 幸福亮相 安全守护再升级 Outlander安全领航版 本月限量发售 Mitsubishi Motors 三菱出手 张张王牌 免牌照税 免燃料费 享零利率 还有超值配件组 果然是省钱王牌 这些时尚名媛 他们如何拥有美丽 从头到脚 连脚趾头都要保养 第一出镜子保护的吸收 第二它可以真真教脸蛋 带你一窥迷人的美妆灭绝 教脸器 让你这边的现场都比较好 女人美妆大赏都在真理 它新闻 这个司法或者是健保 变成一不聊生的两大关键杀手 那么这是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这个到目前为止 是快速的医生在流失 所以我如果在这种压力之下的话 我不如拍拍手 我干脆走了 虽然一个非常长期的 一个养成教育 但是宁愿这个牺牲 这个是对台湾整个是不好的 所以您可不可以再谈一下 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 那个医不聊生的这样严重性 一个例子来讲 你说像前一阵子 大家都知道 护理人员在流失 其实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这些单位造成的 这些所谓的paperwork 包括评件 包括健保局的问题 评件跟健保局是绝对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你凭倩不过你健保就降级几副 你不能照周朱元医师 你医院就什么都不行 好那你一定要搞凭倩 那你还要搞健保局很多walking 所以我们看到护理人员 下班之后 还要留在单位搞三四个钟头的文书作业 我问你有没有在care病人 没有了 对医疗品质完全没有任何帮忙 就是在写所有的文书记录 现在讲了说每一件事情都要写下来 每一件事情都要写下来 结果写那么多文书 如果注射结果治疗病人的品质 到底有没有精进 相对同时的 但是江医师讲这句话就不够客观 这句话应该我跟朱贤光两个人讲 因为医院评件制度 就是各位的老师们搞出来的 就越搞越复杂 然后项目本来一百多项搞到三百多项 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 对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后面做不好 然后他是假扮人在抓蚌 就想出这种东西来 然后国内的评件搞不够 你刚刚说很累对不对 配包很累我们同意 还搞国外的 就是什么JCI评件 这个很多在座的医生也有 所以他评件的 而且我们评件不是只有 我们讲评件都是作文比赛 人家我们偏偏引进美国的评件 不引进英国 英国的评件是怎么样 你一个配包你都不用写 他来这边几个评件来 就当作是病人就在医院游走 他实际体验医院服务的感觉 他可以住在病房里面去看病房服务 那是最真实的嘛 对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告诉你说 比如说假设新冠医药评件 他告诉你这个月的什么时候要来 他不告诉你哪一天 就这个月要来 这个月就大家很紧张 然后紧张就开始这个作文比赛 没有 他有跟我们讲哪一天 他跟你讲哪一天 你看 跟前当兵的抓捷一样 对啦 就是为了表面一下 但是实质上 但是实质上反而剥夺了医生 对病人的那种医药 这变成是一个造假的文化 或是表面公布的文化 都是年轻医师在做陪伴我的护理师 而且凭借我们是三年才 或四年才一次 大概就只有那几天是好的 那很多人力 包括医师的人力 护理的人力 可能就是要凭借的前半年 我才把执照 特别是说现在很多 医院大型化到都很愤愿 执照就流动来流动去 到那一天我就是人力最充足的 品质最好的 服务最好的 在讲卫生署的评件 除了怪医界大佬 我觉得卫生署跟健保局 要负最大的责任 他其实是管理的 很多规定也是他在定的 我们一直在讲说 评件最重要就是要有足够的人力 还有西华刚才讲的说 病人要去参与评件 但这部分包括卫生署 或很多所谓的医界大佬 都一直反对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没办法根本解决 所以这个问题 政府要负最大的责任 如果都只怪罪民众的话 好像也是不尽公平 那毕竟我相信在座 我们民众代表百分之九十九 大概都是对医生很尊敬 那医师慌的话 其实病人更慌 医师可以选择说 我拍拍手不做医师 但病人生病 或是各位老了生病 一定还是要医师 就找医师 有一个数字 就是一家医院一年 最多接受到什么 卫生局的考核 卫生局的评件 30次 你想嘛 他光应付长官 就应付30次了 我现在虽然重点 如果各位 你刚刚讲的不错 医生讲说我受不了 我找人 病人没有选择 很多人看不到这个病 这个医生或者看不到医院 会慌的 尤其自己有病的 所以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来开始恶阻这种医师荒的产生 发生种 其实在 我再补充一下 评鉴的部分 因为他占用了医师太多的时间了 这些时间 应该是用去照顾病人 而不是去写文章 写一个作文干什么 是谁在管的 大部分 因为我本身也在议策会当委员 还参加两个委员会 每次都是一堆的通报 一些报告 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尽量把它减少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 简化 我们并不是说希望评鉴越来越多越好 我们是希望简化 重点 真正跟病人照顾 真正跟医疗品质有关的 评鉴就好了 其他的那些文书工作 越少越好 是 可是这里面谈到两个 另外一个还是这个法院 我想请教就是 真实的现在 您刚刚李医师也提 那个压力现在是变成最关键性的什么 就是如果来自于医病的医疗纠纷 发生的时候 对五大接空的这些医生来讲 我相信这是最大的压力 最大的压力 我本身今天来出席这个 我是代表医劳门 一个网路社团 是 我们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作家叫陈佳如 他就写过 所以说实际上十只小鸟 你射死一只还剩下几只 领子 全袍 对 所以这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就是来自于这个 所谓医疗纠纷 它问题是有些 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总是有一些真正的造成病患的一些意外 那怎么就是区分呢 所以你不可能完全没有 所以可能要有一个医疗 你们要一个公平的 失误的补偿机制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讲说 这个 大家人民心目中 那个白色巨塔在裂解中 这样一种 不只是裂解吧 应该是在崩塌中吧 真的 裂解好像是 变成点下鞋塔的味道 不是 他是在崩塌 你真觉得是这么严重 当然了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一个大的科要60个人 你招到两个 内科招到两个人 我问你 五年之后 请问一下你住院病人是谁照顾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是 磁砖掉一块 我们补那一块磁砖 我们没有看到钢筋其实已经外露 刚刚那个医疗纠纷离事讲了 医疗纠纷 医改会就长期有在讲 也许显观可以补充 那因为国内长期没有对医疗纠纷的协调有机制 所以医师或医护人员 自己在他的医院里面发生了医疗疏失 他都投诉无门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整个长期医疗纠纷 不管是谁发生医疗纠纷 那些人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不是只有法律 我相信 我最近碰到一个花莲来的一个老夫妇 他的孩子因为医疗纠纷死掉 是十几年前的事 一二审他都胜诉 那个三审的时候变败诉了 就是支持那个医师 然后那夫妻心里头有一个代偿 就是他不甘愿 他觉得没有给孩子一个公道 后来就来找我们就说 我们就鼓励他说 他要不要把这个 这一个给孩子的公道 应该成立一个基金来做医疗纠纷的 协商的平台跟机制 现在政府就是不管 他搞了一个医省会 鉴定也不公开 然后鉴定不知道怎么产生不知道 然后就丢给法院 丢给法院 那民众没有答应他就只好去告 让法院给他一个答案 可是告个八年十年 拿不到钱请家当场 我刚刚讲这个花莲老夫妇 他是整个积蓄都赔了 那为什么要这么一口气 是折磨 在医疗纠纷方面的话 我们应该我们的健保制度 跟英国的公医制度是很类似的 其实他医改会显光 他之前有提到过的 在英国的制度是 在一个月内 会有专业的政府机关会介入 专业的医疗会介入 给这个家属一个合理的解释跟说明 跟一个公道 那家属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这个结果的时候 他可以向上提出调解或是诉讼 这个都一个过程 那现在很多时候 就是在第一个阶段 在病人家属情绪 没办法接受的状况下 没有任何人的关心 那我们是希望说 卫生署除了在做医院评件以外 更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调解 在钳制 在给让病人家属 让医病关系 能够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跟结果 所以你因为如果医病关系 这跑不掉的这种事情 你只有去面对去想办法解决 让双方面 这个病人或者家属 让这个医生跟医院都觉得是公平的 那么这样才是不是可能可以减少 这所谓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崩解中文 是不是可以 因为医疗本来就有不确定性 也有风险 但是因为病家 他们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如果说我值得进去横着出来 那我对家人对什么 没办法交代 所以我需要了解一个 但是现在变成说病家 我们也一直提醒民众 特别是看说 刚才张副秘书长讲的说 刑事诉讼的比例越来越高 其实刑事诉讼因为涉及刑法 所以它的判定是非常严格的 民众的胜诉率其实相对比较低 但民众往往是逼不得已 一个就是刚才西华讲的 我们不像国外说是 诉讼外的机制很强 比如说医院主动来协商 而且有主动官华 那这个诉讼外的机制没有 另外一个是法院 要走法院 特别是刑事 有一个原因是说 我们拿不到病例 只好告刑事 请检察官去扣押病例 因为医院有的就下风口令 不准讲 或是不给你病例 或说病例遗失了 那你只好靠检察官去查 那告民事的话 现在我们的法院 举证责任导致的几率又很少 大部分就说民众自己举证 我又拿不到病例 然后要鉴定的话 一定要到法院才能鉴定 所以你觉得这个问题 是一定要解决 这个问题不解决 医师荒 医师出走的情况 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那只有去解决了 如果这个不解决 像刚才如果真不幸像江医师讲 不是裂解 是崩解中的话 台湾没有人能够从中间得到任何好处 我们非常谢谢几位医师 各位 再回来2100全民开讲 这谈改革大家都非常欢迎 但是改革也有方法 更重要的是台湾需要新力 我们今天让社会大众来共同检验一下 在三年四年前提的十二爱台建设的旗舰计划 桃园航空城目前最新的状况 稍微 即日起 剪下瑞瑟系列产品结交两枚加油